用手一摸麻手 酒师傅的时候直接是往回打 然后最早我发现的时候是这个地方麻 然后洗澡的时候是针扎 然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地方漏 我光是有电 最早是这个地方麻手 对 这个麻 然后出水会针扎 然后呢 后来我那个电口来了以后 就碰到它以后就直接就打回来 它没敢让我碰 然后它给我调了调了好了 好了以后那天我洗完澡以后就关了 电了这个也关了以后 我再一碰它又是那种感觉 但是到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没有电了 你怎么测的 有什么测的 呃 是我家的电工 电表 然后当时就很打 测的上面有90伏的电 对 现在没有了 现在是12 12伏了 对对对 然后我的外面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是12伏 这也是12伏 房主怀疑热水器漏电 一摸电燃 摸哪都电手 小区的电工外边的电工都来查过 最后怀疑热水器漏电 找热水器厂家 所以怀疑热水器不好 漏电 那我这次来是热水器厂家让我来的 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我得先测一下热水器的外壳 带多少伏的电压 我的视频是在抖音播放 热水器的外壳是接地的 外壳带电 那就是接地不好 那看一下外壳带多少伏的电压 直接在这个电闸的位置就可以测量 先确定一下灵火线是哪一个 这是火线 测一下地线 也就热水器外壳与零线之间的电压 它这个电是个感应电 把它打小一点 这个电是个虚电 要真实漏电 这个电压比这高 而且会跳漏电保护器 看一下 15伏 下面测一下灵火之间的电压 看是多少 220伏 记住百帧的位置 再测一下火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 不到200伏 这样就说明它这个地线没做好 应该是地线不好 家里所有的电器外壳 接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 外壳带电 可能是楼上洗衣机的静电传过来的 然后外壳带电 这个包温管带电 包温管里是水 又传到这些花沙 水龙头带电 一磨就麻手 看一下它配电箱吧 主要是看里面的地线 房主说厂家的电工 别的电工过来都打开这些配电箱看地线了 都说接的很好 所以怀疑是热水器楼店 有接地线 接地排 所以还得在这里测一下这个接地线做得好不好 同样是测地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 看一下 和刚才在热水器测那个电压是一样的 证明它这个地线排就没做好 接地做得不好 接地做不好 自然这个感应电就出不去 倒不到大地 看一下地线是往楼下走的 楼下肯定有配电箱 去楼下配电箱看看 他们说楼下的热水器不电燃 和楼上不是一路 配电箱在这个厨子里面 方主说这个配电箱每个电工来也都打开看过 说没发现电路有什么问题 线接的有点乱 但是 他们都说接地线接的没问题 我看也没问题 那就测一下这个地线排 与火线之间的电压 嗯这个电压可以 这个电压有220伏 这个地线是好的 找一下从楼上下来的那一火一灵一地接哪了 下来的那个地线是10平方的 黄色的线 没发现 没找到 从楼上下来的一火一灵 在这个位置 一火一灵一地 看见那个黄色的吗 那是地线 没错就是它 这一个黄色的线接哪了这是 这有个线头 会不会是这个线头没接呀 就是没接 地线没接 我把它拽出来你看一下 在这测一下这个地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 对 就是 原因找到了 出来没带地线 用个蓝线给它代替地线 因为地线不够长 给它夹了一块 这头给它压地线排上就可以了 它原来那个地线好像是人故意拆掉的 一般都是认为是地线带电导致的 电气外壳带电 这个地线可不能拆 它是保安全的生命线 好了 接上地线以后 再到楼上去测这个火线和地线的电压 正常了 地线好了 测热水器外壳与零线 看看带多少幅 表真没怎么动 小档位看一下 衣服 衣服的电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这已经很好了 现在就安全了 这样原因就找到了 并且修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接触记忆吸盒 砰的一声 这两个吸盒的时候它不跳 没有感觉 这个一吸盒 那边那个 那边这个主动应该很棒 昨天我试了一声跳的 但是我没找到原因 我没敢再开 接触器一吸盒就跳到总掌 您看这是个什么电路 再一看是个星角启动电路 其实它不是 它是双速电机控制电路 低速 低速运行 是中间的焦虑接触器吸盒 把低速停止 再按高速启动 现在吸盒的是两边的焦虑接触器 这是电机高速运行 外头是两个轴流风机 都是双速电机 能快能慢 这个线已经拆下来了 那个就是刚才可以运行的 是往车间里面送风的 这个电机烧过一次 拿出去修了 刚装上 接上电机线 一启动这个焦虑接触器还是跳 怀疑是电机不好 把电机线都拆下来了 就是不接电机启动 还是跳 开始我是怀疑 这个接触器和旁边这个接触器一块吸盒 会导致短路跳闸 他们也想到了 所以就把这个线拆掉了 甚至把这个星接 这一块都拆掉了 这一块也叫封星 这样就排除了控制电路问题 但是焦虑接触器一吸盒 还是跳 没带负载 但吸盒焦虑接触器 它还是跳着 而且会有砰的一声 砰的一声 这个坏了 这个坏了吗 这个坏了 再来看看如果它坏了的话 开始我在路上 我以为是 它和它控制电路坏了 应该单路吸它 这时候它不能吸 它一吸就是短路 对对我也考虑了 但是当时把这两个拆掉了嘛 我后来这不 昨天我又把这个又拆掉了嘛 我也怕它 你昨天拆掉这个你也没试 我没敢再试 我在试我心想 又打火了 它就烧坏了 你认为是这个坏了 我认为是它坏了 他把它拆下来看看 我量一量它这个通不通 这种电子的吧 你看这样是搞通了 都没有啊 不通不通 这种量不出来 对 嗯 嗯 我看我用这个称义档能不能量出来 你这个是欧吗 又 又 又没有 可以表情动一点 还得大档 还大档 这是量阻值吗 嗯 量阻值吗 量阻值船 哦 就是这两个要粘通了是吧 可以把它拆下来单独量 哦 通了 那就很快 嗯 这个完了 这个完了 哎 这就好解决了 拆下这个热计的器看一下 你直接把它卸开就知道了 里面都击穿了 就是两个火线之间 击穿打火了 所以交流交通器一起合同电 它就打火跳虫掌 等一下换上个新的会不会还击穿呢 它这个电机可以低速运行 也可以高速运行 那这是怎么个原理 既然遇到了 就借这个维修实力 来了解一下 它无论从接触器接线 还是下面的电机接线 乍一看和那个星角启动 差不多 但是原理不一样 您手里如果有这本书 里面有一个双数电机的控制电路 15接线 三个焦虑接触器 这个接触器单独吸合 是低速运行 它输出给电机的线圈 接线方式 接线就是这么样接 但是电机里面的线圈不一样 和咱们常见的线圈不一样 这个倒像是一个搅运行 看得像普通电机其实不是 高速运行是它两个同时吸合 而这个断开 这两个接触器吸合以后 也是给电机送一个三项电 接线圈另一端 而这一端 除了这根线到这个接触器 通过它吸合 短接在一起 U1V1W1是短接的 电机里面的线圈 就是这种形式来供电 这样又相当于一个星形接法 这样一看跟普通电机的星形接法一样 低速为三角连接 高速为双星形连接 这前面还有个电路图 它上面要不写着高低速电路 我还以为是星角启动电路 太像了 为什么说它像呢 可以看一下前面有一个星角启动电路 看一下 时间接电器控制的星角启动电路 再看像不像 双速的星风接触器是并到低速下面的 原理不一样 你再看一下它主电路更像 你看多像 都是六根线 只是电机的结构不一样 接触器还都有 都有风行连接 还都是并到焦虑接触器下边 它这六根线往电机上接都有相续的 高低速那个也有相续 等一下看相续接的对不对 新的热接电器买回来了 我换上它 买的型号都是一样的 线都重新压好了 这是往电机走的六根线 去看看电机是怎么接的线 爬上平台 这个风机上标着 低速是6.2千瓦 高速运行是18.5千瓦 低速功率小 高速功率大 六根线上面三根下面三根 就是看刚才书上那种接法 就是不知道相续对不对 转的方向对不对 这边确定接线没问题 和上闸送电 还会不会一系合就碰 先测一下电压吧 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三项电电压 380V 电压正常 如果电压不正常 电机就会缺项 那头接好了 可以开机 砰不砰 没砰 吸合正常 高速运行 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 运行正常 低速运行下入这个电机线 红和绿倒了一下 刚才低速运行电机反转 现在都运行正常 那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感谢您的观看 多多自电 吧 ration start